YESH! 大家好,我是Taka 這是一個介紹日本職棒為主的頻道,希望你們會喜歡 歡迎再次回到超新星系列 今天的主角其實看到去年的表現和成績 可能會對把他排進這個名單稍微有些質疑 我自己也知道做假匪或是千賀的影片應該會吸引到更多的流量 不過畢竟還是推廣向的頻道嘛 而且這次的主角還是在近幾年軟贏的外野人多到要滿出來 就成以22歲的年紀站穩先發 光這點我個人就認為只要他找回自信心 絕對還是球團重點培養的4棒接班人選之一 那就進主題吧 上林成之 日文名 Wuebayashi Seiji 1995年於祈鈺縣出生 185公分91公斤 是一名右頭左打的球員 手臂位置出外野 5年職棒生涯累積405場出賽 養勝無散的打擊率48隻全壘打 還有35次的倒壘成功 OPS是0.743 曾進入選過一次的明星賽 在開始介紹前先給大家補充一個小知識 日本到現在出生的國籍都還是屬人主義 也就是說基本上只要父母其中一人是日本人 你就能獲得日本人的身份 這其實還有一些細項我就先不多說了 而上林其實就是日韓的混血兒 媽媽是韓國人 而爸爸是日本人 由於日本至今還是不允許雙重國籍的 在年滿20歲以後就必須選擇接受或放棄日本國籍 而上林現在已經確定是日本人了 回到主題 上林承知的爸爸上林光行先生 在高中時也是個熱血的高校球兒 於是他也成為了那些期望自己孩子能夠延續自己棒球夢的爸爸 上林的家中有三兄弟 三人都從小就被爸爸叫去打棒球 而上林承知從小學一年級就開始接觸棒球 很快的他就展現出了棒球的天賦 雖然他本人在幼稚園以前是想要成為職業足球選手的 但還是擋不住爸爸的熱情和自己的天賦 而上林的爸爸也在他們三人中做了不少的嘗試 像是發現哥哥和城市的速度非常快 於是在那時候就要求他們兩個改成左打 起訴上林其實對改成左打感到相當苦手 而且認為沒事幹嘛要突然改成不習慣的左打 不過這在往後也成為了他進到職棒後創下紀錄的一大原因 就這樣在爸爸的教導下 上林在國小時就成為了隊上的王牌兼四棒打者 國中更在三年級時帶領球隊拿下全國冠軍 上到高中後爸爸希望他到東北地區的學校打球 為爸爸的老家拿下一座甲子園的冠軍 就在思考要讀哪一所高中時 他們到了仙台育營高校參觀 上林看到那邊的練球環境後就決定要讀這裡了 這邊我不知道當時上林知不知道這所學校的厲害 如果不知道的話那他的眼光是真低棒 仙台育營高校是一所至今28次代表東北地區打進下甲的高中 也闡述了無數的職棒選手 其中著名的包括佐藤尤閨還有平澤大和等人 唯一的遺憾就是沒能代表東北地區拿下過甲子園的冠軍 而上林一進到高中後馬上就成為了正選的球員 並且直接被教練指定為球隊的四棒打者 這邊提一下上林在高中報道前 日本東北地區發生了史上傷亡最嚴重的自然災害之一 大地震所帶來包括海嘯等問題 對東北地區的經濟也帶來了嚴重的損失 這使得他們當時在就學和練球上都受到了不小的影響 在經過了這樣一個難忘的高一後 到了二年級時上林先是接下了球隊的主將 接著如願取得了現大會的優勝前進甲子園 賽會上他擔任四棒中外野手 三場比賽共11個打數打出了5隻安打和2分打點 還有一次的倒壘成功 可惜就在第三站輸給了作星學院 不過就在隨後的國體大會上 仙台育嬰高在上林的帶領下拿下了優勝 雖然是相對受矚目程度較低的比賽 但這也是仙台育嬰高校球隊成立82年以來首次的日本一 在接下來的明知神功野球大會 仙台育嬰高校也再度拿下了優勝的頭銜 這樣本來就是名校的仙台育嬰高 一舉成為了下屆甲子園的奪冠大熱門 而身為正宗王牌釋放打者的上林 當然也成為了各大媒體以及球探關注的焦點 到了高山的下甲 仙台育嬰高順利的在現大會取得優勝 不過甲子園終究是甲子園 仙台育嬰高最終還是在第三輪敗給長總學院 當時的長總學院正宗主將是前些天宏起一時的內田禁人 到了年底上林也和申友哉、三崗太府和安樂自大等人 一同入選了2013年的U18國家代表隊 不過當時尚林在日本隊中不是主力選手 只有在對上墨西哥的比賽先發出賽 其餘都是替補上場 然後IBAF的網站掛掉 所以我找不到當時的出賽成績 明明才2013年的比賽 網站就直接整個消失 看來國際棒總對這些比賽的數據也是不太重視啊 回國後高中畢業的尚林也投身了該年度的職棒選秀會 雖然評價不是特別的前面 但因為身為國手的身份還是吸引了不少球攤的目光 卻從代第四輪被軟移給選上 他也是該年軟移唯一選的高中生選手 簽約金是4000萬日圓 年薪500萬日圓 配號則是選了他從小以來的偶像林木伊朗的51號 當年的職棒選秀會還有森友哉、鬆井玉樹和山川睡高等人 又上角又上角別忘了喔 2014年球季 剛進到職棒的尚林 畢竟選秀是在第四輪的順位 相較於身為斗這種社會人的極戰力投手 尚林這樣被認為是極有潛力的選手 軟移在培育上也花了不少心思 索林的尚林幾乎整年都在三軍出賽 打出2成84打擊率、37分打點、14是道理成功的成績 並且在手臂上多練了個三壘的位置 球隊可能原本規劃他能夠成為松田軒號的接班人 不過改練的內野的成效似乎是不太理想 於是在2015年球季還是更面回外野手的身份登陸 並且開始在二軍大量出賽更有著很好的表現 於是很快的就在5月19日首次被登陸上一軍 雖然只是上來觀光了幾天 沒什麼機會表現就被放回二軍 但在二軍一直維持3成以上打擊率的好成績 也讓教練團多給了上林很多的機會 他在8月再次被叫回一軍後 首度擔任先發9棒左外野手出賽 他在這場比賽不僅急出了生涯手安 在6局時更急出了生涯的手轟 而這支拳雷打是一支滿罐砲 也讓他以20歲整的年紀 感謝了球團史上最年輕滿罐砲打者的紀錄 最終他在一軍留下15場出賽 3x18打擊率、2支拳雷打的成績 二軍更有著3x34打擊率、10支拳雷打 還有16次盜雷、OPS0.898的成績 這讓他在二軍拿下了打擊王、盜雷王、優秀選手賞 還有新人賞等獎項 這樣的表現讓球隊特別將他帶進了 該年的季候高潮系列賽和日本一大賽 只不過這次的他在大賽上沒有太突出的表現 於是球技結束後 尚林也被球團指派到台灣參加了那年的東盟 東盟的比賽中 尚林和鋼本合真、高橋周平等人 輪流擔任球隊的4棒打者 而尚林在賽會全新19場輸賽 角出3x43打擊率、3支拳雷打和5次盜雷、OPS0-937的優異成績 於是他按剛剛提到的鋼本和高橋也都在日後成為了東盟之光 不過到了隔年的2016年球季 雖然內川勝贏移防到了一壘 但對上的外野還是有著中孫晃、柳田悠琦、福田秀平等人卡位 加上主力的替補還有吉村玉姬還有江川智晃等人 尚林雖然在二軍依舊有著穩定的表現 但異軍只獲得了14場的出賽機會 到了2017年球季的孫遜 在持續激烈的外野競爭中 尚林很快的就抓住機會在熱身賽有著很好的表現 他靠著一隻推定距離超過140公尺的拳雷打 一局搶下了開幕戰先發名單的位置 整個賽季尚林在攻擊端上一直都是高檔的表現 在季中的交流戰時打擊率一度維持在3x1上下 整季也打出了13隻的拳雷打 而防守端上也平平上演雷射尖的表現 整季送出了聯盟最多的10次長傳主殺 而且沒有出現任何一次的失誤 他也在季中首度入選了明星賽 最終整個賽季打出了2x6打擊率 13隻拳雷打和12次盜雷的表現 不過到了季後賽和日本一大賽上 雖然軟移最後還是拿下了冠軍 但尚林在後面幾場表現因為狀況不佳 並沒有獲得太多的輸場機會 賽季結束後 台日韓三國職棒一同舉辦了亞洲職棒冠軍爭霸賽 因為打擊動作和盜夜賭計相似 而被稱為盜夜二世的尚林 也被盜夜監督清點而進入亞冠賽的名單 在賽會中尚林最著名的就是在對上韓國的比賽中 在延長賽上打出1隻3分打點的拳雷打 幫助球隊起死回生 最後拿下勝利 而這隻拳雷打也讓尚林為台韓職棒做得最好的是我介紹 2018年球季 軟銀在洋將的補牆上再補進了一名外野為主的格拉西亞魯 但尚林還是站穩了不動的先發右外野手 他也幾乎是完美複製了前一年的好表現 他首度全行出賽並打出了2成7打擊率 22隻拳雷打 13次倒雷成功 OPS0.803的成績 他更打出了史上第4多的14隻三雷安打 雖然沒能把這個紀錄繼續往前推成為最多 但上次有人打出14隻以上也已經是65年前的事了 可想而知之前的紀錄都是上古神獸 所以這個紀錄實在是難能可貴 在手背端的表現也再度傳出了最多的14主殺 競節防守出去UZR高達14還放各家的外野手 但最終卻沒能獲選金手套 是那些金手套最大的遺珠之一 而這年的季後賽 尚林一掃先前在季後賽都沒表現的窘境 在高草系列賽上幾乎是每場都出現安打 更在第三戰單場關鍵的6分打點 到了日本一大賽雖然再度陷入小低潮 甚至在第一場單場吞了4K 但球隊還是非常倚重他的防守能力 儘管打擊狀況不好還是幾乎每場都是先發 第五戰這個關鍵的長傳Play 也成為了這場比賽的勝敗關鍵之一 最終阮儀就在另一位打擊狀況更差 但用更精彩的防守能力拿下MVP的賈斐拓也帶領下 拿下了該年球季的日本一 在去年的2019年球季 阮儀的主力外野手像是受到傳染病一樣 各個槍技受傷 尚林在開季時是少數沒有受傷的主力外野手 但在4月17的比賽中挨了一季促身球 持續出賽了幾天後打擊狀況逐漸受到影響 發現事態不對 最終被診斷出有骨裂的現象 在休息了一個月歸隊後 打擊狀況始終找不回手感 在球季中後段多半以替補的身分出賽 而整體只留下了90球場出賽 打擊率1x94、11隻拳雷打和10次倒雷的成績 創下了固定出賽以來的最差紀錄 也因此沒被帶進日本一大賽 今年的2020年球季 尚林在經歷了前一年的低潮後 在開季前也失言要找回過去的強打本色 截至我做影片的這天為止 打擊成績是2x11 4隻拳雷打、3次倒雷的成績 雖然不是特別的出色 但在目前雙洋砲還沒歸隊的情況下 還是正中穩定的外野手 希望尚林能夠持續在賽季打出好的表現 今年才正要滿25歲的他如果能夠繼續保持 未來一定能夠成為對上倚重的中心棒次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支影片見,掰掰